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藏姐姐 今天来我频道做客的是Cala 她在我们华人区的Temper City 开了一家美睫、美甲店 让她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在美国艰苦奋斗的故事 Cala,你来美国多少年了? 7年 你来美国7年 怎么就想着要开这么一个店了? 你在国内就做过吗? 我在国内做过,开过美容店 你原来在国内哪个城市做? 北京 在北京开 在北京开美容店和在这儿开美容店 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国内人员比较好招一点 资源比较多一点 还是在人工上面吗? 对,人工比较简单 但是在美国人工很复杂很难 复杂的点在哪呢? 是因为没有执照、没有合法身份还是什么呢? 对,都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技术、语言 还有一个就是它们的流动性也比较大 有这么多的困难 为啥你还要继续开美杰、美甲的店呢? 首先我自己挺热爱这个行业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美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杰和美甲呢 在美国的需求量非常大 另外一个比较高 老外喜欢是中国人就是你的客户 老外 就是老外很喜欢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刚需的 基本上每个人都要去接毛和睫毛 做一个指甲 那你做老外的客户为什么把店开在华尔区呢? 这个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刚好碰到有一个有一个老的睫毛师他要转店嘛 然后就我一看这个装修风格还不错 然后就 诶这边转店会有转让费吗? 当然会 那你当时转这个店转让费付多少钱? 7万块钱 就光是转让费就7万? 对 那他现在每个月的房租多少呢? 3000多吧 3000多多尺啊? 1600多尺 1600多尺 那就差不多2块钱 对 2块钱不到一点 1尺 房租还OK 就是转店这个 转店跟国内一样也是很贵 对 那你这个店开多少年了呢? 一年吧 开了一年 那你来美国7年前6年的在做什么呀? 我做过很多职业 护士 你还做过护士 那护士很赚钱啊 为什么会不做护士呢? 你会 因为美国护士 它分了好几个等级了 你是哪一名? 护士助理、LVN、RN 我相当于LV那个级别 咱们工资很低了 而且刚开始要上夜板 上夜板 从早上晚上7点上的第二天早上7点 嗯 我感觉不太适合我 那你是在这边上了学吗? 没有 那你国内一过来就直接能做护士吗? 在这边考的执照嘛 你在这边考的执照 花了将近两年时间 哇厉害 能把护士执照考下来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曾经看见护士的单词 那都老藏了 原来在国内20多岁的时候 就是护士毕业的 学的专业做护士 那会有学分转过来吗 没有 就是因为要重新读 中国的成绩是不承认的 那你这个护士做了多久 哎呀做了很短就半年吧 做了半年 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考了个证下来 就干半年就不干了 对 那太可惜了 一个还是有存在语言问题 就是去医院你上不了 你只能进养老院 养老院 对 对养老院的话 你白班你干不了 你只能干夜班 那为什么护士白班上不了呢 一个是就是还是语言问题 哦还是语言问题 对对 那语言问题 那夜班怎么就上得了 夜班客人的那个病人 基本上都在睡觉 哦 主要是起来一个看护的作用 对对 他那个情况比较少 但是白班都处理的情况很多 对 所以你跟着那个就是 那时候还是有问题 听力 尤其是听力 那那看来你是一个考试型学手啊 对 就是考英文那些考执照 这么难的护士执照都能考下来 中国中国人都是这样了 哦太厉害了 那你那半年在在养老院里面做护士 三夜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一个小时配多少 赚不了多少钱 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一个小时 啊 都已经拿到R呢一个小时二十多 没有 R呢是三十八吧 那时候是 啊 现在稍微高一点 疫情以后高一点了 嗯 我们那时候才二十多以上 啊 嗯 那半年以后呢 我干了一个干啥去 哦 半年以后就开始考这个美容执照 哦 考美容执照 对 美容执照蓝考吗 还好吧 比R呢 这本地护士执照简单很多了 啊 但是 对有些人来说也还 也比较难 时间也拉了很长 啊 因为他要到学校打卡 打个小时 对 然后再去考试 总共也要需要将近大半年的时间 那你考这个是美容执照 就是美睫是可以做的 啊 对 美甲也需要执照吗 对 那是一个单独的执照 我就是可以做美容和美睫 哦 那美甲就还得要有单独的执照 对对对 哦 OK 那你考了执照出来 就直接就 没有 然后我要去学文秀了 就是半永久啊 文媒啊 文眼线 文纯啊 又考文秀执照 但是他们不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技术不行啊 就没有像国内的那种对文秀做出来很漂亮的那种 对对 技术上肯定还是有点差 但是 呃 还是看自己吧 嗯 你要努力去练习啊 哦 然后又考了文秀执照 然后呢 然后又去考了地产执照 啊 啊你这个真的是考证达人啊 对对 一大堆的执照 然后地产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了 然后就是不是太善于高通 高通另外以后这个对这个地理环境也不是特别敏感 就是带着客人去看房啊什么的也不太行 而且地产 说实话最近也比较低迷啊 嗯 不像以前那么那么那个火爆 所以然后就刚好就是机缘巧合吧 然后碰到这个店啊 然后就把这个店接下来 这么多年一直在考证那你有有去打工吗 嗯 打工的话也打过 就打一点零工了 嗯嗯 就大部分时间还是在 对一直在学习 在学习 那你现在终于啊 盘下了这么一个店 然后呢就开始做这个店 这个店每天要请多少个人来干 4个人 4个人 对 哦 那你开这么一个店有什么要求吗 当然 就是说你必须得有执照 啊 首先 然后你所有的美 就是美 美结石必须得有执照 就是有这个美容执照 嗯 然后美结石的要 技术要求也是挺高的 就是如果你要记度太差的话 客人就流失了 嗯 但是美结石呢 他对你收入是有要求的 哦 就是你这个店的生一定要稳定 你才能留住好的肩膀石 一个就是在你这个店做一个美结石的话 平均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五六千块钱呢 你也就是跟这些美结石是合作的关系 还是说给他们付工资 还是有 对他们没有底薪的就是物分哦 然后你经营这么一家店 四个员工一个月还能赚多少钱 嗯 刚开始的话 比较艰难了 因为 客员也少 哦 另外一个很好的肩膀师 也没有请到了 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推广 把客员逐渐的稳定下来以后 现在 目的已经走入轨道了 嗯 就是客客人很稳定 都客也很 回头率也很高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四个肩膀师 嗯 有两个都是做了六年以上的 嗯 然后有两个是做了一两年的吧 要新一点的 艺术都还不错 嗯 反正就是每个月每个月都在业绩都在底子增 因为每个月现在到多少 业额 三万多左右吧 那你现在所有的客户都是老外的话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去招揽这些客户 这些老外的客户 Go App 嗯 然后Facebook 那你就没有对我们华人招揽一下 华人这个其实我觉得像美甲啊美睫啊还是很喜欢 华人的那个需求量还是少 嗯 跟老外比起来 但我这边现在99%的客户都是都是老外 哦 这边没有中华人 有没有来做了不付钱就是走的 有有各种各样的客人都会遇得到了 我的就是就是说他没有带钱下次付完 你就走了 就再不来了 嗯 然后有的就是其实是不是做的很好 他就他就complete说我做的不好 嗯 他就找出各种要不付钱 然后哎呀各种各服务业这种都很正常 这种情况你们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 嗯 那只能坦然接受了 嗯 还好就是这种人不是特别多了 嗯 这个还还少很少 嗯 大多数客户还都还比较好 觉得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是吧 一上手 投入不是太大 然后力量还是挺好 对女孩子来说 学一个这个美籍技术是不错的 嗯 因为肯定比餐馆打工就是那个 轻松轻松很多 嗯 另外他毕竟是一个技能嘛 对吧 那像你们现在就是可以招学徒来学的技术 对有学生 一对一人培训 我这两个都是从学生开始培养起来的 那你招这些学生的话 那这个执照怎么办法呢 执照不是我们的办法 哦自己去考 自己去考 对 他到我们这学习的前提是他必须得有这个执照 就是他得有了执照才能在学习 对对对对 有的是报名了没考 那你必须是已经要有这个意愿 要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严格来说必须得有执照 不是说他应该是要有这个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时间打卡 他才能去考那个执照呢 嗯对 那这个打卡的时间是可以在你这儿进行吗 不是 这专门都是由考试中心来做的 这跟我没关系 这跟店是完全没关系 我们这只是教你技术 然后如果你要是有意愿留在店里的话 那当然好了 这种招这种学徒的话就是 就是 你付费给他还是他付费给你 他付费给我 因为我要给他技术了 因为都是睫毛师要带他 你别人教他 这种如果是招一个学徒的话 是多少钱 700块钱 学多久呢 就是包他学会 哦一直包他学会 对对对 那可以啊 我们有两个睫毛师都是从学生开始的 就留在这儿 我还以为说就是像我朋友他们做狗狗美容店就是 他在他店上学完以后 他可以给他一个那种certificate 然后他有那个certificate他就可以去做了 没有这边 美容这一块就不行 必须通过美容去考试 现在你看啊 现在咱们国内现在都很流行那种穿戴甲 那这个会对你的这个生意会造成影响吗 不会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店就做美睫和美甲 那不就浪费了吗 别的美容项目 还有美容 哦 助理 老外会做会喜欢做飞熊吗 会 我就觉得老外那皮肤那还需要做吗 天 他们喜欢的 但是这个店主向就是美睫 所以我打算考虑以后会开分店 好的非常感谢卡拉跟大家分享了 她在华人区经营美睫店的这个奋斗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